那我剛剛領的錢呢,在這邊 哈囉大家好,我是阿倫 今天的主題非常特別 是我在還沒開始拍影片 還沒開始當youtuber之前呢 非常好奇的一件事 就是youtube到了一個月 廣告收入可以達到多少 那這個問題也是 開始認真經營後 蠻多親朋好友會來問我的 那我這時候也會想要拍一支這樣 除了我自己覺得很有趣之外 就是我自己當初在爬文的時候呢 發現大家的資訊都是一年前 或是比較舊的 就是近期youtube有做一個小小的改革 所以我也想要分享給你們這個改革 跟這個改革後對小頻道帶來的影響這樣 那我先跟大家分享 youtube要怎樣才能拿到這個廣告收入 怎樣才能獲得這個盈利資格 那首先呢 最重要的就是你的youtube要連結到google adsense 他才會開始就是有下一步的步驟可以執行 當你連結好了之後呢 現在的google盈利資格的條件呢 是訂閱人數要1000人 並且頻道影片的總觀看時間到4000個小時 乍聽之下好像沒有很難 但是 4000個小時就是 24萬分鐘 等於說 你一部10分鐘的影片 你要讓大家看好看滿 24000次 這對一個初期的小頻道來說 我覺得真的是滿難的 因為像是我自己剛開始的時候 頻道的影片 觀看次數都是 一兩百兩三百 然後有破千我就覺得很開心了 而且 在這個之下的觀看時間呢 絕對不是十分鐘 是可能三四分鐘五六分鐘這樣 那我累積到4000個小時的觀看時間 其實我真的累積了 滿長一段時間 可能有兩個月 我才來到了4000小時的總觀看時間 當你到達1000訂閱 4000個小時的總觀看時間之後呢 YouTube就會自動幫你送審核 我那時候爬文的時候呢 大家都說送審核時間 可能就是兩三天到一個禮拜 然後我就很認真爬爬爬爬爬爬 終於發現也有人跟我一樣 就是等很久 那他就是也是在去年 年終年尾的時候 開始獲得這個資格 然後我就不死心 一直等一直等 然後等了將近一個多月 才開始可以投放廣告盈利 這樣 當你到達那個條件之後呢 他還要審核 審核的時間不定 但是我看大家 可能都要一個月兩個月以上 這樣加起來其實真的滿著 當我真的可以累積這個 YouTube廣告收入的時候呢 已經是我開頻道之後 大概四五個月了 對一些小頻道 或是一開始就想要 全心全意經營YouTube的人來說 其實是滿浪費時間 等於說你這四五個月 是完全沒有廣告收入的 那當你開始累積廣告收入 累積到一百美之後呢 YouTube Google就會寄給你一個這個 明信片 上面會有一組驗證嘛 然後來驗證你的 提供的資料啊 地址啊 是不是正確 你是不是真人 這樣子 成功驗證了之後 就可以開始 領錢了 不過 我等了這封信 等了也一個多月 所以 當我真的可以拿到 一筆YouTube的 廣告收入的時候 其實已經是我開頻道 半年後的事了吧 真的是等滿久的 拿到這筆錢之後呢 你就可以去 他們的那個 後台上面點 你要用西聯匯款啊 還是支票啊 或是轉賬 那大家是說 西聯匯款最方便 也不用手續費什麼的 所以我就決定去 西聯匯款 現在 全台灣只剩下 京城銀行 可以用西聯匯款了 所以呢 我們就去 京城銀行 領我的YouTube 廣告收入吧 耶 我到京城銀行了 現在要準備去 領錢了 這個就是我剛剛 從那個 Google AdSense 列印下來的 會有一個 付款收據 然後等下 就要拿著這個去領錢 要幫你 我領完錢啦 其實領的過程蠻快速的耶 大概約 10到20分鐘就領完了 然後 也是直接給現金 所以我現在要趕快去把 這些錢存起來 等一下再 跟你們說 我到底領了多少錢 我領完錢 現在跑來咖啡廳啦 然後一樣是點了一杯拿鐵 還蠻好喝的 然後才 95元 那我剛剛領的錢呢 在這邊 1180.55元 然後 美金匯率是 30.674 算下來好像蠻多的 因為我這樣子 總共領了 36,212元 可是實際上呢 這個錢是我 兩個月的 YouTube廣告收入錢 所以並沒有想像中的 那麼多 其中 1月的部分呢 是400多美金 然後2月有到 600多美金 2月的 比較多也是因為 剛好有一部 醫美的影片 然後 那一部觀看次數蠻高的 所以呢 才能有這麼多錢 但是我通常 平均就是落在 300 400左右 的廣告收入 那 300 400乘上 30.674 也才大概 1萬出台幣而已 就是這樣的錢 雖然看起來 好像比 20 現在最低薪資 23K 來看的話 好像少很多 很多人可能問說 我是怎麼在韓國生活的 因為其實我還有代購的部分 所以代購那邊也是有賺錢的 再加上 之前有經營 Instagram 還有現在YouTube 都有偶爾一些 業配合作的部分 所以 勉強算下來 還是可以 打平的 所以真的很感謝 大家 就是這麼認真 幫我看影片 讓我有一個 被動的 廣告收入 然後又可以 可能偶爾 接接業配啊 來支撐我的生活 那我其實已經對自己的表現 算是非常滿意了 因為畢竟就是 經營不到 一年的時間 然後 可以拿到 這樣的錢 然後 以我現在的訂閱人數來看 我覺得已經算是 很幸運 真的很幸運 就是 非常感謝大家 非常感謝大家 不管發什麼片 大家都會幫我點一下 然後 tian一下 不要跳過廣告 這樣子 因為其實他的計算機制呢 就是 廣告看 30秒以上 不能略過 他才能算是一次有效的觀看 所以真的很感動 因為連我自己 自己在看YouTube 有時候我也想要跳過 可是就是因為你們 都沒有跳過我的廣告 我才能拿到 這些收入 當然我也覺得這些收入就是有 更 擊斃我 繼續往下做的 信心 就不會覺得說好像 很努力做很努力做 可是卻沒有任何回報 這些東西 我就覺得說是 我的成就感 就是 有你們 然後我才會有我 我才有辦法繼續拍影片 繼續在韓國 那我之後呢 應該也會繼續往 全職的自由業走 包括 代購 包括YouTube 包括Instagram 都會持續經營 算是今年一個 小小的目標 就真的 下定決心 要好好 往這個方向前進 雖然不知道會不會成功 但還是就是 給自己一個機會 一段時間去嘗試看看 嘗試看看這些 自己想要做的東西 我覺得 也蠻開心的 做起來也是 很開心很愉快 雖然說可能 錢沒有很多啊 或是怎樣 就覺得 只要能在韓國 生活下去 足夠的錢就可以了 想要往YouTuber前進 真的是一條 蠻千辛的路 因為其實算下來 我也經營了大概 七八個月 然後 目前這樣的薪水 也還沒足夠到達 一般上班族一個月的薪水 所以 大家如果真的想要做的話 可以好好的 規劃一下 思考一下 不過我真的蠻強烈推薦你們 如果真的有想要拍影片 做YouTuber的話 越快越好 因為前面有提到 現在有比較嚴格的條件了 要累積四千個小時 那你當然是 越提早累積越好 現在可能還在上班的時候 就可以拍一點 慢慢累積累積累積 之後就不會有 薪水的那個斷軌 不會有空窗期這樣 然後 慢慢經營的話 也會有粉絲來訂閱你 所以我覺得現在就是 你如果真的有想做的話 越快做當然是越好這樣 那我之後呢 也會繼續在韓國 努力的拍影片給大家看 希望大家都能把每一部都點進去看 好 那今天影片到這邊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就幫我按喜歡 並且訂閱我的頻道 也可以順便追蹤我的IG 謝謝大家 掰掰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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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